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講過 那種紅根本不是健康的紅潤 而是一種病態的紅色 那這個到後面這些階段 大概現場也就只有 你幹嘛看素心 你怎麼這樣 我是說大概只有素心 可以講出現在在社會上的案例 對 真的啦 沒錯 天啊 你們不要誤會 她很年輕啊 才二八啊 沒關係 我們是以智慧取勝的 是不是 所以在這裡就要跟大家講 其實現在不論你是二八 還是什麼三八四八都一樣 其實他們說現代人 其實早老出老來得早 為什麼呢 這是以前的說法 什麼三七二十一 現在小朋友從小就開始用電腦 你都不知道 他現在最流行的一句話叫 電腦臉 電腦臉是什麼呢 就是你長時間呢 你看喔 你可能就是一直低頭看東西 你低頭 所以你脖子的細紋呢 肯定比那個媽媽輩都更早出現 然後因為你眼睛都持續在用力 所以你額頭 抬頭紋呢 比你姑姑還早出現 對 那因為你呢 天天在這個聚光燈下 所以你的斑呢 其實比你阿姨還快的出現 所以沒關係 大家即使 不論幾歲都是一樣的 所以保養 你只要過了二七十四 就要開始了 不用歧視我 真的假的 再講一個更恐怖了 之前有一個人 他就有一天 就跟他太太說 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應該得了 很嚴重的疾病了 太太說你怎麼了 他說 我最近眼睛看東西 前面都有陰影 喔 他說前面有陰影 是怎麼樣 請問他說 我很奇怪喔 因為他是做銀行業的嘛 所以他常常要低頭疲痛 我說我就是很奇怪 我一低頭 然後呢很多東西遮住 看不到耶 我覺得我可能眼睛 有什麼問題的 他太太就看著他 冷笑一聲說 你那個臥塵 都已經長得像烏龜那麼大 當然是遮住的 就是因為他這個 老了之後這個地方 也會水 眼袋會變很大 他真的大到低頭 就會遮住 時間啊 對 所以呢 剛剛回過頭來說 其實裡面你說電腦 或是不管怎麼樣 在住席喔 就生活習慣 有沒有因為這個方面 沒有做好讓皮膚老化的 有沒有 皮膚老化最大的殺手 就是紫外線 那如果說你平常出門 沒有做好防曬 那它第一個傷害 就是我們皮膚表層的部分 那等到紫外線的傷害 到真皮層的部分的話 它不僅會讓我們皮膚老化 它們膠原蛋白也會破壞掉 皮膚就會鬆弛 那該有的彈性 就是維持不住 可能就會像有一些 抬頭紋 或者一些把令紋的地方 或者是像 嘴角旁邊 或者像木偶紋 這樣子 就會滿滿地產生了 可是像這樣皮膚老化 其實你們剛剛講說外景節目 其實本人也有經驗 而且我穿得更少 哎呦 妳也有 為什麼 泡溫泉啊 妳是外拍嗎 外拍 你知道嗎 也是有時候就去野溪溫泉泡 你看那個水 其實是有它的溫度在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又有陽光 其實我覺得那個傷害 對皮膚也是很大 現在也是在出外景啊 每個禮拜都要去那個 一些命案現場 對 胸殺案啊 對 那就很擔心紫外線 對皮膚造成的傷害 而且如果真的都不理會的話 最嚴重會是怎樣呢 小醫師 其實最嚴重的 不僅說我們皮膚老化 會有些斑點啦 粗糙 毛孔粗大啦 甚至紫外線會造成 像有一些 尤其是像一些 文化這種皮膚比較白的 曬不黑 然後沒有辦法產生黑色素擋 就是抵禦紫外線嘛 可能皮膚就會有些病變 像皮膚癌啦 對 像一些老人斑啦 那就都會出現了 我以為曬不黑是好的耶 曬不黑是不好的 不好的啊 因為如果曬黑 黑色素反而能把你的紫外線擋住 那你如果曬不會像外國 像那些洋人啊 你看那個如果他們泳裝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十八歲都很漂亮 對 如果到二十幾歲的時候 那個泳裝的時候 你仔細一看他的背 全部都是斑點 你都要仔細看 因為我們 我們在醫院 他們有時候會來體檢 有時候 有一些外國人 外國人跑到你的門診區 穿泳裝讓你體檢背 他們是全身都要脫掉 問你說 我這個斑點 有沒有可能變成皮膚癌 叫你仔細細細每一個斑 因為每個外國人背上都很多很多白 他們之前甚至推一個活動 是希望他們的理髮師 美容師 就是在幫客人做頭髮的時候 順便做頭皮的檢查 就是因為他們天生皮膚白 他們比較缺乏保護力 那有時候那些皮膚癌的 那個細胞會藏在髮頭髮裡面 因為平常你身體病變看得到 頭看不到 所以甚至他們就會教育 他們的美容師 就是做頭髮的時候順便看 之前有一個案例 有一個先生因為他太太就得乳癌 那乳癌化療之後他就掉頭髮 那先生就為了表示說 不論你變成怎麼樣我都愛你 我就支持你 所以天天先生就說 我把頭髮也剃光 陪你一起光頭 結果先生一剃光頭之後才發現 他頭上有一塊 他黑色的不規則的形狀 原來他頭上有一個皮膚癌的髮 他不知道 你有注意過我們採茶姑娘們 他們在採的時候 他們其實只露出眼睛 就幾乎都包起來 可是他們不會特別去幫 所以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就採了十幾年的茶之後 因為她這邊也沒管 想說平常沒人在看保養什麼 所以一開始聊她也不管 後來她發現奇怪 眼睛上面這邊長怪東西 去給醫生看才發現 那也是皮膚癌 那醫生就懷疑她是 因為長年都日曬 她其他地方都有包起來 可是她眼睛的地方都露在外面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她不只是老化 她就癌化了 你要怎麼樣子 預防皮膚老化了 你們有撇步嗎 像我老公他之前有去打那個費說 因為他臉上坑洞很多 打完之後那段時間 醫生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禮拜 如果多吃一點膠原蛋白的東西 像豬腳啊 雞腳凍啊 什麼豬皮啊 這些東西 對你的皮膚會很好 就是會幫你補充膠原蛋白 你到時候恢復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老公一吃到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走 麵攤也吃什麼豬腳 走 然後煮到哪裡 都是豬皮 對 然後在家也要煮那個雞腳 後來我就想說太麻煩 因為我真的也沒時間去煮 後來我就吃那個膠原蛋白飲 或者是膠原蛋白粉 因為我覺得這樣最方便 因為早上起來就是 一匙或者是一包 那芸妮呢 我是聽說就是聽徐若萱說 他每天都要吃五顆奇異果 然後就會變白 所以反正我就是把奇異果的時候 當早餐和午餐中間的點心吃 謝忻咧 像我是發現曬太陽 一般人都認為說要補充維他命C 維他命C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發現你光 只有吃維他命C絕對不夠 剛開始我都只有吃維他命C 或者是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喝檸檬水 但是後來我在網路上看到 你吃維他命C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說要配膠原蛋白一起吃 後來我只要一收工 就是大家錄影就說一收工 然後我就馬上從帶自己 掏出那個膠原蛋白 然後配那個維他命C一起吃 我發覺比以前 真的感覺有顯著的 那個皮膚有變好 教育醫師 為什麼一定要配維他命C 其實維他命C 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當我們皮膚受到 紫外線造射的時候 就會產生自由基 那這個維他命C 就會跟這個自由基結合 結合之後 它就自由基 就不會傷害我們的膠原蛋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皮膚膠原蛋白 其實並不是說像 像佳姐說剛才吃豬腳 就豬腳的膠原蛋白 就變成你的膠原蛋白 你必須吸收那個豬腳的膠原蛋白之後 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然後在皮膚 再製造出你 屬於你自己的膠原蛋白 那這個維他命C 在製造膠原蛋白的過程中 也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你除了吃 單吃膠原蛋白是 效果沒有那麼的好 你必須搭配吃維他命C 那才能製造出你的自己 屬於自己的膠原蛋白 所以我剛才說我吃奇異果 如果我再加上膠原蛋白 就是完美的對不對 有時候你單吃是 單吃維他命C 當然是也有效果 但是效果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如果你搭配膠原蛋白的話 你可能就可以不用去打那個 減緩那個去打的時間 所以用吃的 下禮拜你們不要嚇到喔 今天殘就是殘退 殘的殼 對 這個現在很貴啊 對 所以現在只要到 那就是中藥殘 到山上樹下 你看到殘殼 趕快撿下來 唉唷 對 自己吃 吃盛藥殼你拿去賣錢 喔 你是開玩笑的啦 那以後把我兒子假中脫的殼都拿 是殘不是假中的殘 你也是殘 你也是殘保吧 你想要殘保吧 化小瘋太臉